我们在做Google Meet的线上教学的时候 最怕遇到的就是怎么分享电子书的影音问题 因为Google Meet他除了要面对这个 小朋友讲话的声音就是放出来 然后呢你的电子书要分享出去 如果都在同一台电脑的话 哇那就是 这个输入输出声音的这个来源 会搞得你非常的头痛 那 有一些网路上的教法是说 你可以在PC上面安装了一些虚拟的这个喇叭 然后呢当小孩子的声音就放到这个喇叭 然后当你要放电子书就用那个喇叭 这样子其实是 理论上是可以啦问题是你在 教学的过程中这会太辛苦了 除非你对电脑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不然的话这个会搞乱你自己 那我们在实物上的做法 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之前有在 这个分享过可以用这个导播机的方式 导播机的方式就是 就把完全把这些视讯 都单成是一些外声变数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手去做控制这样子 那这个导播器也是不便宜啊 那有人说他可不可以用电脑来实现 电脑实现话就会遇到我刚刚讲那个什么回音的声音吗 那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是 如果你懂一点OBS的话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实现 这个分享电子书而且又很轻轻松松的不用关系乱七八糟的软体 我的玩法是这样子啊就是要准备两台电脑 因为这样才会读才不会产生回音 这台电脑是专门处理多媒体的 比如说这是照我的讲师 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是我的 电子书 电子书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那那等一下我就希望说把这样的切换的画面 可以丢到这台Google Meet 去做 这个播放给学生看 就这台去执行Google Meet 所以这两台电脑是独立的 那这台电脑放出来的这个 学生他会有回馈吗那些 回馈的声音不会被 也不会干扰到这一台 这台是单纯的送过去而已 所以这两面就是独立的 这样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有人说啊那我可不可以就直接将 笔记电脑的HDMI拉出来 笔记电脑HDMI拉出来你直接接一幕就会产生这样子的哦 你看 就会这样子哦 什么都有啊你把这样的画面丢给他 也就是什么都会看到哦这些控制你哦什么都看得到 其实我应该是希望看到的是长这样子啊 就是干干净净的 你看到都干干净净我怎么切 那我 我切换到这边来就干干净净的 然后呢我切换到这边电子书这边 也是干干净净的 这样子干干净净的 我应该是这样的画面去分享给这台 电脑去做Google Meet的 分享嘛对不对好 所以我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何用两台电脑 实现这个分享电子书 然后呢这个画面是干干净净的方法 我们刚有讲过说我们不能将这台电脑的HDMI拉出来直接灌到他 我们现在接一个截取卡给你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直接把这个影像灌给他的 话 这样子 然后他会发生这样子 这边都会有黑边有没有 我们注意看他这边有黑边 这样子 所以你等下你把这东西的画面丢给那个Google Meet也会有这些东西 虽然你这边有在跳 但是这边也是有黑边啦 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些东西这些控制纽我们要怎么把杠掉呢 我们正在使用OBS的时候是将这样的画面直播到脸书或者YouTube去 那我们现在的玩法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做外网直播 我们将这个画面直播到这个内网的这个盒子去 这个盒子收到这个RTMP的虚导之后 然后呢 再将那个RTMP虚导转换成HDMI 那这时候的画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就只有这一块 就跟你之前做脸书直播做YouTube直播是一样的 那 只是说要做用这个盒子的时候必须要有个条件很重要的条件 是他的限制条件就是你的路由器一定要是192.168.1.1 而且这三台这所有的在同一个网域里面 好那我们实际做给你看一下 这就是连接这个有线网路同一个网域哦 然后呢连接电源 他会出现Fabon的logo 接上HDMI的线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OBS去做直播的设定 这边有一个 设定 然后呢 这个串流 是串流吗 你就打这个RTMP 这一串 192.168.1.217 Statch Live 串流金钥这边就是 Tester1 好 然后呢 输出这边 你选QuizSync 这个是大部分的电脑都会有的 然后他的参数是这样子 一定要不能跟他不一样哦 参数一定要跟他一样哦 不然的话有可能画面会 破格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用这个 NVIDIA的话你就用这样子的参数 然后这个BINRAID可以改变你可以改1万没问题 其他的什么CBR画质啊这些都是要一模一样的 好那我还是选择这个QuizSync 这样子 我还是选的192.1080然后BINRAID是1万 好那这边影像这边也是192.1080 30帧 套用 确认 然后我现在按开始直播 开始直播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么 蓝的绿绿的灯一定是绿的 因为这是 同网头内网直播所以一定是绿灯 然后呢我们再把他连接到这个截取卡去 这一只FABON888HDI截取卡 连接进来 我先用QuizTime测试给你看一下 这个去抓 USB的这个 声音要抓 把声音打开来一点 嗨 我现在用这个跳哦你看一下 所以前一阵子还有人在看哦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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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 我滑鼠怎么切换 他这边就会跳 OK 等下这画面也会被Google Meet 给抓到 好我们到Google Meet 去发起 然后再按点点点 设定 USB声音 视讯 这样子OK没问题了 好那我 再跳一次给你看哦 有没有一样啊这画面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的声音会关的进去 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 要怎么设定这些场景 这个啊就是你必须要懂OBS 那我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 好我现在从头开始来了 你打开OBS长这样 而且我会把直播关掉了 好 我们先先设定 先抓我们的 镜头 这边有内建镜头叫做截取视讯装置 看到了 好 然后呢 再抓你的麦克风你的麦克风就是 MIC 然后去抓你的麦克风 嗨 好麦克风抓到了就是这一支 嗨 这麦克风 好接下来我们抓我们的电子书 电子书啊 我们先打开一个浏览器 譬如说我们的电子书可能会放在我们的Google Play啊 Google的 Google的云端啊 我们全部都用浏览器来表达 好 那我 我先开一个Google的云端 我也在开一个YouTube 好这个YouTube把它当成是一个 是一个电子书 好 那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在新增一个场景 去抓盖那个浏览器 截取这个 这个 视窗截取 去抓 好抓到了 好这边有 抓到了 这清这个截取音效输出 好 输出的大多是你的音效来源 这个 然后在跳动啊这边在跳动表示说 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这网页 不信的话把网页给关掉 然后呢这边就没有跳动 我把网页的声音这个YouTube再打开来 好这边就有声音了 有没有好 然后我们有时候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做切换 切换 切换切换的时候这个 这个画面哪 就会跳到你的这边去了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开始按直播了 直播 这个直播到这个盒子去 好 那当然用这原理话还可以更复杂一点啦 你看我们这 第2个声音哪我还可以把我的讲师的麦克风也可以加进去 这个做混音哪都没有问题 反正就是考验你的OBS的技巧了 你这边可以让你的这个电子数据声音稍微小深一点 然后这边让他大声一点点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就同步了 你用你的手用你的滑鼠去控制就可以切换画面了 那当然这个OBS这边的这个设定哪我就没有讲的很深了 因为你可以在 你很熟的话反正原理就是将这边的画面就丢出去就对了 这样子 那使用这个盒子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这个OBS OBS变成HDMI输出的尸体导播机 大概就是这样玩的 这样子也不太幽 ا 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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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这个阶段的纷子 我们现在要试密给一下